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施刑法 明年元旦开始实施之后 政府每四年必须要提出推动性别平等的国家报告 而且必须在三年之内改进不符合公约的法规跟行政措施 例如说必须要取消所有国家考试的性别歧视 而这项法案的通过也代表我国性别人权状况跟国际接轨 不少职业妇女怀孕时都有安胎假需求 不过却也担心让雇主留下负面印象影响考鸡不敢请假 甚至家中有婴幼儿也不太敢请育婴假 就怕生肩因此受到影响 不过这样的现象未来可能将有所改变 因为立法院三读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施刑法 所有的法规还所有的行政措施有没有对妇女的歧视 如果有的话我们全部都要把它修正 那还要再推动对妇女性别平权一切的措施 内政部社会司表示 法案通过后将落实在明年成立的行政院性别平等处 每四年都会有性别平等推动的国家报告 除了会请国内外学者专家检视改进 也会请民间团体帮忙提出他们的观察 以确保妇女在教育 就业 政治 法律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权利 我们现在的确有性别工作平等法来保障我们的职场上 妇女在职场上的权利 但是还是很多妇女因为怀孕她可能就被暗示明示说你是不是就离职 虽然有法律可是为什么申诉功能可能不脏 政府要去思考说我要定定怎样的一个措施来去加强去落实 由于联合国在1979年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目前全世界已有186个国家签署 而立法院通过这项法案 也代表我国性别人权状况与国际接轨 希望让国内的性别权益获得平等保障 消除性别歧视 记者赖水与秋福财 台湾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